射U 设计U 不为A与B的义籍 U是AV的义籍 AV的义籍 NX表示集合X元素的个数 大家都知道 N A A的元素有18 B的元素有20克 然后总数 就义籍的个数有30克 求下类个体的话 N A连B 鼓起来 第二个就是 N A兆米 那我们算出这个 然后利用这个式子 来算其他的 第一个第二个 第三个N A交B 好 我们有个公式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给记下来 事实上也不用记 你了解以后就知道了 这个 A交B 个数的范围 它小一点都要 小一点的minimum A4B 也就是说看AV哪个个数少 那就取那个 ABB 然后大于等于多少呢 大于等于 这个 取比较大的 没想到 这个多少呢 不是取零 就是取 N A 加N E 那 剪掉多少呢 剪掉那个N U N U N U跟乙极 全部的 所以这两个数 取一个 取最大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 该随着 我现在 把这个乙极 看成是一扇窗子 三扇一扇窗子 那我把什么呢 我把那个 把那个 A极跟B极 看成是窗户 窗户 那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窗户 好 那这窗户的话 他重点的部分 什么时候最大 就 就说 就这两扇窗户 他的交集 什么时候最大 重点的时候 那重点的部分的话 最大的部分就是说 不是他 就是他嘛 看哪个比较小 比如说他比较小的话 那他摆在中间嘛 那交集的话 就是他 是这样子 就是从 就是说 取交集的意思就是说 重点的部分嘛 重点的部分最大多少 最大就是说 整个嘛 所以整个就是 这两个 看哪个比较小的群 对吧 对不对 比如说呢 这个比较小 这比较小的话 那整个小的 这个窗户的话 重点的部分就最大 这也重点的部分嘛 那比如说 A比较小嘛 那这是B嘛 对不对 所以他个数就是A A的个数 好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是他极大值啊 就是说什么时候 他的交集最大 就是你两扇窗户重点的时候 交集最大 对吧 那什么时候重点最小 就是你把窗户打开了 那窗户打开的话呢 如果有空隙的话 那交集是零的 对吧 那如果你把窗户打开 它还有重叠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说你把它打开的时候 没有空隙 当你把它打开的时候 打不开 没有空隙 当你把它打开的时候的话 结果什么 结果一个靠到底了 另外一个也靠到底 另外一个也靠到底 那重叠的部分就是这个啊 那这个部分是什么 这个部分就是青色的个数 青色的面积嘛 加上蓝色的面积 扣掉整个面积 就这样来的 对不对 结果你窗户没办法打开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取这个了 你窗户可以打开的话呢 就是没有交集 就取这个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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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你窗户没办法打开的时候的话呢 对不对 然后取那个最大的啦 取那个最大的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办法打开的话呢 就是取这个 那有办法打开的话 就取这个 这样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 那比如说以这个单例子 以这个单例子的话 你就看看啊 看这两个加起来的话 有没有比它大 这两个加起来 如果有 这两个加起来 如果有比它大的话 代表窗户打不开啊 你说这两个 这个加 这个加 就要减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极小值 对吧 然后它的极大值的话 就是 这两个当中取一个最小的 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就知道 这个很大 这个它的交集 它的范围在 范围在哪里 N A交V 它的范围在哪里 范围呢 最大值是18 大一点多少 这两个加起来 如果大于它的话 就减了 如果小于它 就不用减了 如果小于它的时候的话 那就取这个就完了 这个是辩护数 对吧 如果这两个加起来的话 小于它的话 就取0 这两个加起来 大于它的话 就这两个加起来 减它 所以18 加20 的话 8 38 减掉30 38 明白吗 所以这两个集合 它的交集最大是18 最小是8 这两个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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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听不 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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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集合 是我最衰 这种解释好像往事我想出来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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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你看看 看我先看 要不要提 没有提 这没有提 这没有提 你可以把这个图画上去 画在你的脚里上面去 然后回去想一想 你就把它看成是 一个窗户 里面有两扇窗 这个窗户就是乳极 这两扇窗户都集合A跟B 对不对 然后你让它重叠的时候 那交集最大 你让它分离的时候 交集最小 对不对 是不是 没问题吧 其实我是觉得 教书比念书更有趣 为什么呢 念书的话 你就是说 念了念了 想了好久 想了一个头两个大 想通了 就过去了 对不对 教书不一样 教书的话你想通了还不行 想通的话你要想办法的话 你就会想出些怪招出来 对吧 你要不只说想通了 道理想通了还不行 你要想的办法 把这个道理讲出来 你知道吧 所以交书还是比 你看念书也有轻多了 这样的问题 所以你们 我是这样觉得 就是说 你们在班上的话 如果跟同学讨论的时候 你们不要令神 你就说 他问你的话 你就想办了 讲给他懂 当你在讲给你同学懂的 那个过程当中 你的话 你自己也会 你自己又更清楚 而且也会 而且什么 而且也会有 理想不到的收获 好 这没问题吧 好 那没问题的话 那这个的话 这个我们就用这个算 或者是你把它直接展开 展开展成这种形式的话 用这个方法算也可以 我们用两个方法算好 第一个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说 你用迪峰根拿 用迪峰根的话 这个有什么 这个N NU 那剪掉多少 NA NNB 是不是这样子 对吧 好 那现在的话 我NNB 要把它算出来 NA 加上 NNB 这等于NA 加上 NB 那 減掉 NA A多少 加V 对不对 那这样算出来 NA等于18 加20 減掉 NA 加V 对不对 那这等于38 N 38 加N A加V 是不是 好 那我用这个不等式 我把它加个户号 加个户号 加个户号的话 N A加V 小一等于-8 大一等于-18 是不是 这个户号 我全部加户号 不等号要电档 这知道吗 加5号以后 不等号要电档 好 电档以后 你再把它加38 38 38 减掉NA 交V 小一等于38 加38 变成30 加38 变成30 那大一等于38 那大一等于38 减18 多少 这是20 你先进 这20 对不对 没问题吧 好 那20的话 这是A連V NA連V 小一等于30 大一等于20 然后我再把它加个户号 加个户号 再把它加U 这U的话 U是30 再给它加U U-N A連V 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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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30 U是30 再给它加U 这是30 加30 加30 全部加30 这10 大一等于0 有问题 有问题 有问题吧 这个多多运算 多多运算的话 有好处的 好处我们都知道 这个范围介于什么呢 介于10跟0之间 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还有什么呢 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我把它给什么呢 展开 这两个方法 有级 敲 B 然后直接展开 不用直接展开 就算这个 那我就用刚刚的这种方法 现在 那 NA 100 是多少 它的 habe val 在哪里 等于 30 他减掉 這個 Na 百 等於多少 Na 百 等於 30 減 18 等於 30 減 18 等於多少 2 12 那 m 百 等於 30 減 mb 等於 20 在 10 減 20 阿說 我就知道 知道 這兩個重點的部分 重點的部分小的給多少 取比較小的 10 是不是 那大一點多少 這兩個加起來 跟 30 比較 這兩個加起來多少 二十二嘛 二十二有沒有超過三十 沒有嘛 所以他窗戶可以完全打開嗎 窗戶完全打開就有空隙嘛 那個空隙就沒有交結啊 大也可能沒有 跟這個一不一樣 跟這個是一樣的 兩筆 兩筆吧 所以你要碰到這種呢 肌肉不等式 就想到老師那個窗戶 窗戶打開 趕緊